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嘿 哄哄 嘿嘿嘿 世界真是精彩 嘿嘿 哄哄 嘿嘿嘿嘿 玩得真正嗨 好 想不想踩黃金啊 媽媽小玩家 今天去哪玩 大家好 我是Mulmega哥 大家好 我是POP姐姐 這裡就是我們的 中間洛杉磯就是開採黃菇的地方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帶小朋友 來看我們超金之旅 Yeah 好 想不想踩黃金啊 想 想不想把黃金通通帶回家 想 欸 牛奶哥哥你想太多啦 金瓜石的黃金瀑布 是因為北海岸常年下雨 金屬礦紗沉積在溪床上 才會變成閃亮亮的金黃色 金瓜石這裡 從前是出了名的礦區 現在已經改建成 以黃金為主題的博物館囉 還留下當時的宿舍呢 很多戲劇都來這裡取景喔 那我當女主角好了 趕快跑給我生 趕快跑給我生 趕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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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適合演文藝愛情片的啦 這裡可是日據時代 高級幹部住的宿舍 外觀保存得非常完整喔 至於這個煉金樓 是專門為了煉金 所設置的辦公室 當時門禁森嚴 一般人是不能隨便進來的 現在變成展覽館 展示許多煉金的器材喔 哇 這又是哪裡啊 這裡的宿舍 房子好大的耶 這是當初 黃太子住的地方喔 今天由 牛奶黃太子 大家來逛逛 牛奶黃太子 走走 謝謝 哇 牛奶太子 你家的庭院也太豪華了吧 除了有日式的造景 高級的別墅 這可是以前的高爾夫球道耶 還有射箭廠喔 這博物園區還真大 等一下啦 抱不起來這樣不行喔 等我一下 嗚呼 等我一下啦 嗚呼 超近的地方到了 超近的地方到了 快跟著漂亮的泡芙姐 一起去搶錢 嗚呼 不要忘了 好累喔 牛奶哥哥 你可不可以開車帶我們啊 沒問題 就在我身上 耶 我們可以搭車了 走囉 YES 別鬧啦 牛奶哥哥 你不是要帶我們去超近嗎 到底還要走多久啊 老闆我要買買豆花 幹嘛來吃豆花啊 這裡比較有所不知啊 其實呢 挖礦啊 是一個非常危險 而且耗費體力的工作喔 所以呢 今天呢 在進入放空之前呢 我們要先上土地龍拜拜 拜拜 對 同時間呢 要打肚子的回寶 快到了 快到了 怎麼樣… 哇 夏天的暑雞都消掉了 我要去掏金了 這麼快嗎 那你們給我吃吧 不行… 我要吃完才有力量 好 入境隨俗 既然有這個說法 我們就不客氣的 來碗豆花祈福好了 哇 綿密的豆花 配上道地的古早味黑糖水 這是說不出的好滋味 吃飽囉 要上工囉 好 上工了 我們現在要準備先戴好 沒錯 出發囉 好 走了 進去坑道了 GO… 進坑道前 還要先聽聽安全宣誓喔 在裡面呢 是不可以分好的 好 進去坑道 GO… 我們現在呢 真的就要進坑道了 哇 妳有沒有看到 上面呢就寫著 本山五坑 五坑 最秀五個坑道 不是啦 是因為呢 這座山呢 總共有九層坑道喔 那這邊剛好是第五坑 所以是第五坑 所以我們現在在五樓 所以我們現在在五樓 五樓到了 歡迎到本山五坑 祝您今天掏金於快 我要去九樓 不好意思 沒有到喔 這樣對嗎 原來本山五坑 是指第五層坑道的意思 聽說以前這裡有九層耶 牛奶哥哥 我們趕快來去礦坑裡看看吧 哇 我們現在呢 已經進到坑道裡面囉 牛奶哥哥有點冷耶 你可不可以請他 打個去觀賞一點 這邊你有開冷氣的啊 我們現在呢 在山洞裡面 這邊就比較涼啊 原來是這樣子喔 對啊 夏天來這邊很消暑耶 真的耶 好啦 趕快進去 我們現在準備要走囉 謝謝 救我 救我 不要怕啦 這位呢 是導覽的阿西哥哥啦 對 阿西哥哥 你好 阿西哥哥 你好 阿西哥哥 你好 阿西哥哥啦 沒錯 只要經過這條隧道呢 就有阿西哥哥來為我們做導覽喔 這麼高啊 牛奶哥哥 你這隧道好長好長 對啊 這個管線是給我們扶手的嗎 怎麼有這麼長啊 對啊 這個呢叫做 別小看這個粗粗的管子喔 這可是書封管 外面有一台押封機 可以透過書封管 把氧氣送進坑道裡面 這樣礦工才有氧氣可以呼吸 哇 欸 牛奶哥哥 這邊有兩個人耶 他們在做什麼啊 喔 妳們知道他們在幹嘛嗎 不知道 他們在架牛條 欸 牛條 喔 你說錯了吧 是牛排的啊 喔 你怎麼這麼在想到吃啊 哎呦 他們是在架牛條 那架牛條呢 是為了防止 空到灘塌 喔 原來是這樣子 那天花板上這個也是牛條的 對啊 上面這個也是牛條啊 這台車又是做什麼 這個是要把它採出來的礦 運出去的採礦車 喔 所以是很重要的喔 而且它屬於電動的 就是不用我們人去 用它就可以跑出來了 太好了 那等一下把我們四個人 運出去好 對 好 我想再往裡面走耶 好…快點… 好 走… 喔 我是泡芙姐姐 別光顧著想吃的 是牛條不是牛排啦 這種牛條質地堅硬 最適合用來支撐坑道 它可是相思木的樹幹做的呢 可以防止石頭掉落喔 哇 這灰好濕喔 對啊 我剛剛在這裡帶我 好像超濕的 超濕的 沒錯 你們知道為什麼山洞 你們會下雨嗎 因為這裡是山洞 裡面都會有一些 地下水啊 所以大家就覺得好像在下雨 哇 你今天終於衝了一次耶 謝謝大家 讓我來為大家介紹別的 把我們往前走 往前走… 往前走… 沒想到泡芙姐姐居然變聰明囉 沒錯 在又是又黑的坑道裡面 連支撐的牛條上面 都長出菇來囉 自己怎麼亮晶晶的啊 我的天啊 我們又發纏了 我們發現金礦麥耶 哇 我們要跟這泡芙好亞蘭耶 你們有沒有看到 旁邊這一條啊 顏色比較不一樣的 就是金礦麥喔 耶 要出了… 好… 太好了 你以為這樣就可以直接拿了嗎 對啊 快點啦 不行啦 我們還要經過 真的還有爆破才可以搭 我們的黃金喔 爆破 沒錯 我們要安裝炸掉了 趕快炸 你們等等我 不要把我炸掉了 趕快炸 是的 要採金礦 要先鑽孔 還得塞火要爆破才行 你們要爆炸頭喔 你們要爆炸頭喔 你們要爆炸頭進來 你們要爆炸頭喔 好了… 我也會炸頭 沒想到模擬礦工工作的蠟像 再配上模擬的音效生 很逼真啊 在這坑道裡面 真的有挖礦的感覺喔 參觀完礦區 終於可以休息一下囉 我都看到太陽了 我們重見天日了 你不是說要掏金嗎 什麼金都沒有掏到 對啊 什麼金都沒有掏到 你是不是自己藏起來 不分給我們 收拾收拾 還沒有 拿衣服拖起來 我說牛奶可可 不會是這種事耶 你們看 你口袋裡字幕拿出來 好可憐 那是因為我今天過眠 這是我寢屁座 對 好噁心 我們趕快跑 好噁心喔 趕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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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烘到都是要搜身的 沒想到搜到的是 牛奶可可的蜾皮座啦 雖然沒踩到金框 但是這裡可以體驗掏金喔 掏金喔 掏金喔 我也要 我掏金喔 現在就真的要來掏金喔 好棒喔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很多很多盤子呢 有 裡面呢每一個盤子裡面都會有黃金喔 要這一盤 這一盤看起來很幸運 我覺得這一盤才是超級厲害 好 我們來看看 我們真的要淘金囉 我們先把這個淘金盤呢 裝滿水 好 那這個水跟沙都在盤子裡面 然後我們用手把這個沙跟水做一個混合 好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因為這個沙子裡面含有沙巾 它待會就會沉澱下去囉 所以我們要 手指要碰到盤子的底部 好 開始搖晃 像搖呼拉圈一樣 讓它甩出去 這個沙子也要跟得出去喔 聽完老師的解說 就換大家上場囉 聽說真的可以淘到金沙耶 你看看 大家都超認真的 到底它們能不能淘到金沙呢 我有一點點耶 一點而已 真的嗎 真的嗎 這裡可以 一點 不要就是我的鏡子喔 走開 哇 我真的掏到金子了 我把它掏到瓶子裡帶回家做紀念 雖然只有一點點不過還滿有成就感對不對 對啊 我好厲害喔 好啦 雖然我沒掏到什麼金沙 不過你看我掏到了這個 什麼 銀介紙 那不是我剛剛掉下去的嗎 還給我啦 那是你的喔 還給我 這我剛剛掉下去的 對 這是我掏到的耶 不要不要 你還給我啦 自己掏金真有意思 金子比較重 搖晃之後沙子會飛出去 留下來的金沙可以裝進瓶子裡帶回家 大家仔細看 這些亮點點都是金沙喔 耶 乾杯乾杯 哇 自己弄的金子耶 對啊 我好棒喔 可是牛奶哥哥 怎麼有點少的感覺啊 不是有點少的 乾杯乾杯 好有喔 你們想要看大塊的金塊嗎 有大塊的 當然有啊 差不多是這個的幾萬倍喔 我有 我有 快點快點快點 想看嗎 先… 好 我們現在馬上出發 出發 耶 大塊的黃金 在館內就有一塊喔 還有很多美麗的金飾呢 去看看吧 大塊的在這裡啦 你是一個大塊 你看到了沒 這跟我們剛剛掏的金 嗯 太大 好嚇喔 對啊 跟我們說小巫見大巫 而且我跟你們講 你們知不知道 這塊金塊價值多少錢 不知道 多少 你今天的金價來計算的話 現在這樣的大金塊 差不多有三億這麼多 哇 你們真的知道三億是多少錢嗎 三億 三億呢 就是在三後面加八個零 就是三億了 我決定了 泡芙姐姐要把它搬回家 你們知道這個金塊有多重嗎 好重 我知道 我扭到了啦 總共有兩百二十公斤這麼重喔 差不多是 兩個泡芙姐姐這麼多 亂加 先去練一下舉重 然後等一下再來 拜拜 待會見喔 嘿嘿 話說這金子啊 以前金瓜石可是盛產呢 黃金除了可以保值 還可以做出許多美美的藝術品 觀賞價值也是很高的喔 除了這金光閃閃的金子 這裡還有什麼好玩的啊 有一台很好玩的機器喔 它可以依照你的 換算成你是多大塊的金塊 哇好好玩喔 我們去趕快試試看一下 我們再舉一些 好 來囉 這句好小塊喔 我們來看看它是多大塊的金塊 來 三 二 一 一 泡芙姐姐好大一塊喔 還好比你牛那個小塊 你一定要比我小塊 哎呦喂 和博物館裡的 盡管織寶超大黃金一筆 泡芙姐姐就洩漏體重了啦 話說這金子啊 除了金牙金戒指金項鍊 還真有許多意想不到的用處呢 大家一定沒想到 連安全技囊裡面 都有鍍金的零件喔 下段節目 要帶大家去酒飯 吃好料賞美景 晚上還要去十分 有神秘的行程喔 十分有什麼和金有關的呢 千萬別走開 跟著我們一起嗨 嘿嘿 吼吼 嘿嘿吼 世界真是精彩 嘿嘿吼吼 嘿嘿吼 世界真可愛 嘿嘿吼吼 嘿嘿吼 世界真是精彩 嘿嘿吼 嘿嘿吼 玩家真正海 因為採礦而繁榮起來的九份山城 真是美耶 好美好出發 準備好出發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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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跑好快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小朋友 我們現在來到 九份 有沒有看到今天有好多好多人喔 而且你只要仔細一聽呢 就會聽到很多人在說旅喔 我們現在帶妳去休息一下 真的 我正好很累耶 快點快點啦 好 讓牛奶格內行人帶妳去一下 走… 爬樓梯爬得很累 要去哪裡休息啊 這裡很漂亮對不對 好漂亮喔 對啊 可是我突然覺得 真的啊 我好像來到了 小朋友有注意到嗎 我們的有個動畫大師呢 宮崎駿呢 有一部卡通叫做 神女少女 就是在這邊取到靈感的喔 好可愛喔 讓動畫大師得到靈感的茶樓耶 太酷囉 Yeah 是非常的茶點 對 茶餅 好特別喔 因為它裡面是茶葉耶 好脆喔 而且裡面還有鹹蛋黃 有蛋黃耶 真的 它外面有一些是 很像暖洁的東西吃起來 很有嚼勁耶 超好吃喔 在九份的茶樓裡 一邊欣賞美景 一邊吃著特色茶點 真是一大享受啊 最特別的是 這些面具跟排窗的設計 就像走進了 動畫世界裡面一樣喔 來到九份 還有一種小吃 一定不能錯過 來到九份就想到育園 想到育園就想到 九份 那我們現在呢 馬上來點育園來吃囉 走了...Go 老闆喔 吃碗育園 又是吉比 九份超有名的育園 又香又Q喔 Yeah 育園好了耶 是站在這裡吃嗎 沒有啦 我帶你們去一個很棒的地方 好 秘密基地 走...秘密基地 對 旁邊都是還沒煮的芋圓耶 這是別人家的廚房喔 等一下牛帶哥哥 你幹嘛去別人家吃啊 所謂 我們來到了 我真的明白了 要吃芋圓啦 好香喔 都是芋頭香 好Q喔 哇 再也沒有什麼 比看著海景 吃著芋圓還要幸福的事情 哇 沒想到穿過別人家廚房 可以吃著芋圓 看著無敵海景 超讚的 不過 哇 又拿哥哥 我們今天一路從金瓜石 又來到這九份 可是淘金只淘了這麼一點點 你看我們四個人的加在一起 都沒有很多耶 對啊 這樣子什麼東西都買不起耶 對啊 怎麼辦啦 要沒有買那麼多東西 不然這樣好了 你用好主意喔 我帶你們去採黑金 黑金 聽起來好奇怪喔 是不是石頭呢 不過沒關係 有金耶 感覺就是會發財 好啊 走啊 好 走啊 快點快點快點 我們去採黑金 牛海哥哥 我在礦客裡面待那麼久了 我一點點的黃金都沒有找到 所謂的黑金不是真的黃金 是耳露露的煤礦 煤礦 黑漫漫的煤礦 跟閃亮亮的黃金 差很多耶 你幹嘛騙人啊 你不要小看這個 歐露露的煤礦喔 它的用途可是非常非常多耶 所以才被稱為黑金啊 我好像有餓了 不愧吃泡芙姐姐 馬上就餓了耶 沒關係 肚子餓的時候呢 就要吃我們的 黃坑便當 來 來 好吃的便當來了 非常酷 那我們先去洗得香噴噴的 再去吃便當好了好不好 你的香噴噴吃便當才會好吃對不對 好 走…快點… 我們先去洗澡囉 洗澡 是礦工澡堂耶 洗澡了 好棒喔 我要洗得香噴噴 我最喜歡香噴噴了 位在十分以煤礦為主題的博物館 裡面還有留下以前礦工洗澡的澡堂 不過我們是那普遍級的節目裡 所以哥哥姐姐洗澡的畫面不給你看 我們現在就要來吃礦坑便當了 今天菜色好豐富喔 但我感覺好好吃喔 對啊 想不到礦工都吃這麼好 等一下 牛奶哥哥 你今天帶我來的重點 該不會是吃這個便當吧 吃完便當 我帶你們去看 火金箍 螢火蟲 而且我們要坐煤礦車去 好奇妙 快點吃… 有看過煤礦嗎 快點… 太特別了 這個博物館 竟然可以坐著煤礦車去上 火金箍 螢火蟲耶 超興奮的 沒想到晚上的行程這麼特別了唷 好期待喔 等一下可以看到前進螢火蟲呢 坐著礦車出發囉 各位觀眾不要擔心 你家的電視沒有壞掉 只是拍攝螢火蟲是不能打燈 才會黑黑的 今天雖然沒有掏到金 但是看到火金箍 大自然才是最美的寶藏啦 這賞贏的FU 就等大家到現場體驗囉 剛才有沒有看到很多螢火蟲啊 有 好漂亮對不對 好漂亮 天空有星星 旁邊也有螢火蟲 真的好冷耶 好開心喔 看到螢火蟲 開不開心 開心 你們看 那邊有人在放天燈耶 因為我們要去放天燈啊 好 那我們去放天燈好了 走… 這家博物館 位在平溪縣的十分 十分最夯的活動 就是放天燈囉 你看看 大家多賣力地寫下自己的心願啊 表情超紅 好厲害 耶 哇… 哇… 一飛重天 好… 哇… 人生真是太美好了 今天冒冒小玩家的淘金之旅 一路從金瓜石走礦坑 淘金沙 再到九份吃玉園看海景 然後到十分坐礦車賞營火蟲放天燈 行程超豐富的 摩摩小玩家 準備好出發 耶… 拜拜 哇… 愛玩的小朋友 大家快點過來 準備好你的相機 把Post擺一擺 把籃車像白雲雪深海 跟海盾一起看看大海 嘿嘿號號嘿嘿號 世界真是精采 嘿嘿號號嘿嘿號 世界真可愛 嘿嘿號號嘿嘿號 世界真是精采 嘿嘿號號嘿嘿號 玩家針針嗨 耶…